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梁红玉是什么朝代什么人 妓女出身的将军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妓女出身的将军梁红玉 其实梁红玉这个名字是后人说书讲古的附会 正史里只粗略地记载他叫梁氏 梁氏在将冈一样的妓院里磨爬滚打 他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 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 他把红袖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神悲小子 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 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阳四海的标虎之将呢 女人神奇恰恰能为补先知 像勘探金矿式的贫骨女婿 像雕竹玉石那样重塑丈夫 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 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输货就闹掰了 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 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他在丈夫身边 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 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卯成很讲艺术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之不阿 宋高宗时代秦贵劝清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啊 韩世忠偏不停携 他是主战派 跟秦贵那帮求和派谁火不相容 此对道更谈不到八戒冯莹世忠与贵同在政地 以意外未尝语谈 秦贵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 也就是一一四一年 照够撑腰同时消夺了岳飞 张俊 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 岳飞被害之后 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贵 目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 东勋卓著的武将 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 皇帝和公于权谋的文臣手上 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人 劳力者之于人 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 实在让那些啾啾五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 绍兴 二十一年八月 韩世忠轰敬拜太师追风通义郡王 孝宗朝追风其王室中午配向高宗妙庭 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 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 韩世忠享年六十三岁 已经不算短寿 与马格果师的同僚相比 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抗头而上 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 那么良事呢 他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富贵大团圆 韩世忠和良事功成身退 归印西湖 一一五一年 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 良事也抑郁而终 夫妇和藏于苏迪灵延山下 此后宋孝宗下诏数杯剑词 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 良事顾礼也在其出生地 修辞塑像隆重纪念这位金国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地揣想被暗杀 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 良事立即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 良事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 常年获金军周旋遭遇 绍兴五年农历八月 也就是一千一百三十五年十月 良事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 重创小腹 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良事依然咬牙奋战 他撕下汗金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 现在的英烈夫人慈悸明显掺尽了文学色彩 其中记述道 低屎如雨未及假上 良事血透重甲入敌阵 副展石树人历尽落马而死 金人香柔剑 蒸起首级猎其五体 良事的首级被敌军割走 金国然也被这位中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 遗体暴施三天随即遣返送赢 拼合之际 验良事全尸 创伤数十致命者妻皆在身前夜 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 他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配 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 建言以来信念要录 卷九十二的记载 可作参照 怀东宣服使韩世忠妻 秦国夫人梁氏族 照次因博五百匹两 屈指算来梁氏年仅三十四岁 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 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 若非韩世忠 赤旦忠心 梁氏战功卓著 能有这种书欲吗 其实几行名姓 北莽无数荒丘死了 仍被世代传说天下征送 这才叫报国千秋历 忧民万古名 感谢您收看几个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